余生全球的健康指數 慈濟經常在一些偏遠 或者落後國家舉辦醫診 今天我們看的是 中美洲的國家 海地 這次醫診的地點 在首都的一所教堂 醫診科別除了海地 比較罕見的眼科和牙科之外 還有中國傳統的針灸 讓海地人民大開眼界 醫診都還沒開始 一大早 太子港盛興教堂外 就排起了長長的求診隊伍 由於看診人數眾多 慈濟志工特地設置了座位區 讓大家耐心等候 而看診科別除了常見的小兒科 內科 婦產科之外 還有在海地罕見的牙科及眼科 另外中醫針灸更是成為 當地護理人員觀摩取經的重點 這次醫診 美國人醫會動員了八位醫師 前來支援 加上海地當地的二十位醫師 及五十八位本土志工 才能讓醫診在忙碌中 順利為民眾解決病苦 本土志工對自己鄉親的互助就像一股善的力量 正推動著海地朝更好更茁壯的方向前進 大約新聞 週四月李佑達黃敬良海地報導